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关联到了一个字 性 性其实很好理解 拆开来理解就是人要出生就得有性 但对于这方面的指导或者教育 却一直是一个没有人愿意去谈起的事情 就因为这些我甚至还加了几个卫生亭的群 全是一些十几岁的孩子 讨论着这样的事情 现在没有人引导他们的情况下 过早地接触这些又有怎样的危害呢 绝大多数的家长所管教的都是 好好学习 认真读书 那么在感情这方面呢 现在的电影 电视剧以及动漫作品中 对于恋爱爱情的表达有很多 而这些年轻的孩子出于好奇而去接触尝试 这不是早恋不早恋的问题 这是你如何正确引导的问题 一味道打骂责罚都只会适得习犯 我接触过几个人 都是因为家庭的冷漠而变得异常的叛逆 那么他们的安全谁来保障 这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所谓教育 很多家长都认为交给学校就可以了 做事先做人 做人更多的是跟着父母去学 如果你真的没有准备好 为什么要急着去生 只是为了单纯的传宗接待 这样的想法过于老旧 否则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 而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许多人都是单亲或者重组家庭 那么这些孩子的心灵 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 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 就真的全看缘分了 说回到信 很多人觉得这样的话题 谈起来很羞耻 很难接受 或者觉得你低俗 但话是这样说 谁又不会去恋爱 谁又真的不会去接触这些 我们需要做的是正确地引导这些 年纪过小的人 自然不能接触这些 不因为别的 因为没有人能告诉他其中的危害 年轻是会冲动 但冲动也要有个底线 这方面需要通过 良好的家庭沟通去解决 而在学校中 你并不会学到这些 生物课上 有关于这方面的篇幅 少到可怜 而且老师也只是简单地带过 同学们更是一笑了之 那么请问 他们心中留下的是什么 那就是对于这方面事情的好奇 好奇就会产生探索的心 更有些男同学过于早熟 而对于性产生需求 这时候就会找一些 涉择卫生的女同学 两个都是孩子的情况下 面对这样的事情 自然没有一个分寸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 卫生令人怀孕等等情况 难道这些还不能被重视吗 的确 人的感情无法被束缚 你越是束缚 越会适得其反 而且如今的年代 也并不像以前 变得越来越开放 前面也提到过 许多的电影动漫作品 对于性的含糊表达 也越来越多 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 就会带来现在的情况 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却谈着大人都不敢谈的话题 这难道还不够真实吗 可能这期视频 不会被大家看见 或是也不会被多少人看见 但这只是我个人 对于这方面事情的 看法和倾诉 我认为这就是一种缺失 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 受伤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要的不是被封禁 而是引导 我希望有人能明白这一点 好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结束了 这样的话题 需要传达的东西实在太多 而且很多话 不能出现在视频当中 如果还有什么 没有提到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留言中讨论 同样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就素质三连支持一下吧 当然 收藏分享一下 就再好不过了 如果我的号还在 就下周视频再见 同样也祝大家 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更要祝祖国 70岁生日快乐 就这样了 晚安 么么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